這集會針對暗泡鐵板的配勾來說明 暗泡鐵板的配勾會依每個人的習慣與經驗而有所不同 研究起來是非常有趣的領域 而我個人呢 會依照對象與的不同去改變配勾 市面上販售的鐵板有些前方會有雙副勾 有些則是前方單副勾後方有三叉勾 有些則是前後方都有副勾 有些則是都沒有勾 有些人會抱有疑問為什麼有這麼多種 那要如何選擇呢 這其實要看對象與而定 雖然鐵板前方和後方都可以加上勾子 但可以依照你的目標與而簡單分出三大類 目標與為輕物的頭部西路型 台灣海域比較常見的紅肝、鬼斗刀、尖鼠或青鼠的魚種等等 都可以成為輕物 他們獵捕食物時會從獵物的頭部攻擊 把塞打開並且把目標和周圍的水吸入嘴中 如果是來攻擊鐵板的話 就可以連同鐵板前方的副勾一起吸入嘴裡 所以對付輕物的話 只需要在鐵板前方加上副勾就可以了 白帶魚、馬腳足、追咬型 像這類魚種的習性都屬於會從 鵝魚的尾端或是腹部攻擊 所以會在鐵板的後方加上三叉勾 而頭部加上副勾會比較適合 尤其是白帶魚和馬腳這種 牙齒非常銳利的魚種 甚至可以咬斷卡夫拉線 所以最好都是在鐵板後方加上三叉勾來做勾 比較不會咬到前導線而導致斷線 第三種是底漆帶肌型 像石斑類、比目魚或是牛尾這種在底部伺機而動的魚種 裂食習性通常都會從側身或尾部吸進嘴裡 而因為這種目標魚都是在海的底部 為了減少掛底的狀況發生 所以會建議前方和後方都使用槽內雙勾 尾部上勾的優缺點 觀察我們台灣的鞍炮鐵板釣客的習慣 很少會在鐵板後方加上勾子 其實是有原因的 我這邊會說明優缺點給你們參考一下 鐵板後方上勾的優點 一、對象魚更多元 你可以幾乎對付所有咬鐵板的魚種 因為不管它是吃頭部、腹部、尾部 會有更大的著勾機率 二、不容易脫勾 不管是前方的勾子先著勾 或是後方的勾子先著勾 都很有可能另外一邊的勾子也勾到魚體 可以減少魚脫勾的機率產生 三、不容易被剪線 如果牙齒很利的魚種是從鐵板前方的勾子著勾 會因為利牙離前導線很近 就很有可能在駁魚時上到前導線而導致斷線 那如果是鐵板後方的勾子著勾的話 就比較不容易上到前導線 因為牙齒比較不容易碰到前導線 鐵板後方上勾的缺點 一、容易爬樓梯 這是尾部上勾最困擾我的缺點 爬樓梯就是後方的勾子卡到前導線 造成鐵板沒辦法正常操作 在讓鐵板時 會因為鐵板晃動後方勾會向前 線又稍微鬆掉的時候 就有機率發生尾勾掛到前導線上面的狀況 特別是操作鐵板動作比較大的時候 所以當尾部有上勾的話 操作鐵板的動作就要比較小 並盡量減少直線 以減少發生爬樓梯的機率 二、是容易掛底 因為敲底的話 都會是鐵板的尾部先接觸到海底 而尾部有勾的話 就會大大增加掛底的機率 三、不容易貫穿 當三叉勾著勾時 開槍力道不夠的話 會不容易貫穿魚的嘴巴 因為三叉勾三個勾子 有兩個以上打到魚嘴的話 就至少要比單勾的兩倍或是三倍的力道 才可以貫穿魚嘴 但如果尾部也是上單勾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困擾 挑選適當的鐵板附勾 鐵板專用的勾子也就是附勾 也可以叫做鐵板勾 在鐵板運用上是最基本的標配 也分很多種不同的樣式 可依照自己需求購買或自行綁制 這些都跟做吊的流暢度有很大的關係 前方鐵板附勾 凱夫拉線的長度加上勾間 要落在鐵板的前方三分之一至一半的位置會比較適合 雖然越長的自由活動範圍會增加 魚更容易吸入口中 但會容易和線打結 太短的話 雖然就不會和線打結 但自由活動範圍就會減少 所以最合適的範圍在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位置是最恰當的 而勾子的大小呢 勾寬要選擇比你使用的鐵板寬或是窄 不能選擇太接近的 原因是因為如果勾寬和鐵板的寬度太接近的話 就會像這樣 勾子纏在鐵板上卡住的問題產生 後方鐵板附勾 後方鐵板附勾的凱夫拉線長度要非常短 因為太長會有很多問題產生 例如更大的機率纏到前導線 也會勾到前方的鐵板勾 所以建議是使用單勾或是槽內雙勾 可以減少掛底和殘線的機率 鐵板附勾種類 市面上販售主流的鐵板附勾大概會分以下四種 功能都會有所不同 槽外雙勾 勾間都是槽外面的 是著勾率最高的綁法 但相對容易掛底 槽內雙勾 槽內雙勾會像是兩個鐵板勾疊在一起的感覺 比較不會掛底 而且只要有一勾種魚 另外一勾也很容易一起做勾 比較不容易脫勾 所以槽內和槽外的使用時機可以這樣區分 沒有什麼魚的時候可以使用槽外雙勾 兩個鐵板勾的卡夫拉線不同長短的意思 重魚後兩個勾子的左勾點會落在不同的位置 分散左勾位置 比如說一個勾運氣不好打到硬骨 另外一個勾就有比較大的機率可以打到LOAD 確保可以貫穿魚嘴 華麗型鐵板勾 在鐵板勾上面增加額外材料 例如假小卷 魚皮亮片 流蘇等等的增加給予效果的功能 也會改變落下速度和落下姿勢 或許也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像台灣鐵板釣客 就很喜歡在鐵板勾上面加假小卷 也是不錯的選擇 但是有些人加的假小卷 都快跟鐵板一樣大 甚至比鐵板大 這就有點本末倒置了 這邊就介紹完鐵板勾基本要注意的地方和姿勢 其實還有很多妹妹嘎嘎 這就要各位自己去發掘 其實自己去嘗試也是樂趣之一 我下次還會介紹 按拋鐵板的基本裝備和分類 或許還會有實戰按拋鐵板操作的介紹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有了有了 終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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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和小鈴鐺喔 謝謝